那时候 Naomi才五岁吧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 然后我穿一个 bikini 因为他们家有游泳池 我们要去游泳 围了一个毛巾 然后 Naomi就问我说 姐姐你为什么要围一个毛巾 我觉得你的 bikini 蓝色的好漂亮 然后我那时候无意间我就只是说 哦没有啦 我觉得我最近吃了有点胖 所以我想要围一个毛巾 结果我就被五岁的小女孩 就是教训 她说 no Christina You know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how you talk to yourself You are beautiful You know that 然后她就要我repeat after her I am beautiful 就哦 I am beautiful No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真的打从心里这么觉得 要事实的赞美自己 很重要 现在的你 是一个人吗 在这一刻 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 你都不是一个人 在这空间里 有我们陪着你 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Hello 又是我 Christina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莫颖文的Honest Hour 我们今天来继续 talk about love 今天呢 嘿嘿嘿 我今天要找谁来呢 就是跟我相爱相杀 十几年的杨请安安 我经纪人安安 Hello大家好 我是莫颖文的经纪人 我是安安 上次是什么时候录啊 两年前了 没有不止2020 三年前了 对 你看时间过很快 那时候聊什么 我们两个的心路历程 对那时候我在我人生低潮 对对对 人生低潮 对 还哭了 那时候你问我说 你现在好吗 然后我还说 我在好的路上 对对对对 那其实超感人的 那三年前了 对 我们默默的又相爱相杀了 其实跟今天的主题有呼应耶 对啊 你那时候超级低耶 对 自信最低的时候 对自信最低 然后整个人的能量也是最低 对 但是那个时候 我很瘦 我很瘦 然后其实我应该很有自信的 但是那时候我瘦到觉得好自卑 你那时候瘦得很不健康啊 我那时候瘦得很自卑 很自卑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 穿那些衣服的sample 你记得吗 都撑不起来 整个人是 没错 消下去的 anyway 我们都还没有跟大家讲 今天的主题 对好 今天的主题是乱聊 今天我们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自信这件事情 因为这一季啊 我怕安安没有follow到 我这一季的路 我完全没有follow到 对 他刚从国外回来 对 我这一季想要都要focus在爱的关系里 有有有听你说 对然后这一集我想要聊自己跟自己的爱 就自信 因为我觉得我很常收到很多人的DM写信问我说 莫言文我觉得你看起来好有自信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或教我怎么让自己有自信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最懂 懂 其实这十几年来我的自信 我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这么有自信的 有时候我的自信是 撑出来的 或者是 是吹捧出来的被我自己 我是慢慢这几年慢慢慢慢去建立自己的自信 所以我才会想说 今天今天一定要早安来聊啊 而且他是我告诉你们 他是自信 他是最会鼓励别人 就是让别人有自信 的人 所以他超适了当经纪人 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 我必须要学习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 你带的不只有我嘛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艺人 还有模特儿们 你说 因为你以前的自信是一个壳的自信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十几年的变化是 你把这个壳填满了 就是你从内心里面的自信 所以很多东西 那个壳是长什么样子 反而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你说那个壳是外在的自信 就是你刚刚说是你自己撑起来的 对 是上台前要自己先 一下那样子撑出来的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你其实不管是在学历方面 还有你的外形方面其实都在一个水准之上 所以说你要撑起来这个壳其实很容易 但有些人不见得有你这种条件 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可是你知道当你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 跟你的条件再怎么好其实是无关的 我只能是外界眼光看起来的感觉 但是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在那边舔自己的伤口 或者是觉得天啊我真的好差 我现在不管是任何方面都没有符合我自己的期待 我觉得尤其是刚入行的那时候 我刚回到台湾然后我对这个环境也不够熟悉 然后身边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 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非常 就是你的东西就是摊在那边给别人看的一个环境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我的自信完全就是很低很低的 然后又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我是完全的陌生 所以那个时候的自信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是需要拼起来的 可是你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你虽然没有自信 但是你很勇敢 这是我对莫语文非常 叫勇气 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要说天不怕地不怕吗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就是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的话 我来到回来台湾然后来到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 甚至是演艺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你身边的关系啦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 哦好啊没关系就去做啊 好啊就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勇敢的这一点 因为有些人没有自信是不勇敢的 他会觉得哦我不够我没办法试试看 我不敢站上去 或者是演戏 演戏是什么 我连台词都不会讲 我连中文字都看不懂 我怎么演 但是莫语文非常勇敢 因为我就想说啊了不起 了不起就不要做 对你那时候就跟我说 如果戏演不好了不起就叫制作人 把你的戏删掉 把你的戏删掉 把你写那个生病或者是 生病或出国 对对对或出国 对那就是你看这就是你当初最一开始 帮助我建立自信的过程 就是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半哄半骗 半哄半骗 让我去有这样子的勇敢 那我觉得在有这样子勇敢之前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些点 我们可以列出来 帮助大家去 如何让自己建立这样子的勇敢 然后eventually建立这样子的自信 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要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有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比如说我很喜欢画画 然后你很喜欢煮饭 我觉得这些都是会让别人称赞我们 或是会让我们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蛮棒 因为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 与其先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觉得自己看怎么看自己很重要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也包含 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很重要 其实你说的没错 因为培养自信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找到一个让自己有可以舒服快乐的 不管是兴趣也好 或者是专长也好 但是很多人不会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找 所以我觉得反倒还是要先回归到自己 就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事物 我觉得你反而是要先问自己说 你觉得你自己最没有缺乏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最没自信的地方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他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人 他在学校是一个开心国 但是他可能有 他可能就像我以前我小时候 我是同学里面的开心国 就是我可能 风云人物吗 你要说风云人物好像也不见得是 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是会带头叫大家说 找我们去干嘛干嘛 风云人物 但是我喜欢的男生都不喜欢我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蛮胖的 所以其实就回归到我那时候可能有身材焦虑 我高中的时候有点胖 肉肉的 肉肉的 对 就是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没自信 是来自于没有被异性肯定 然后跟身材焦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在找到这个兴趣喜欢的事或专长之前 可以先回归到你到底对自己没自信什么 对啊 比方说你刚刚说的你出道的时候 我完全不会演戏 那你可能不会演戏这件事情 就是你没自信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要去思考 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兴趣 那我就去补足它 去加强 我可能去上课 我可能去干嘛干嘛 这样子 对 让自己填满一点点 对 那你刚刚说到画画 然后我喜欢烹饪煮饭 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是喜好 喜好是一个完全可以支撑自信的事情 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其实你刚刚说我画画给你烹饪 这个是有点像是建立我们 内在自信的一个东西 让我们有光点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比如说补足我 比如说我表演我没有自信 我去上课 我去上表演课 我去上中文课 这是补足我外壳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是 所谓的自信 对 会让你整个人比较丰富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像我平常 因为我是经纪人 所以我要很常跟不一样的人对话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性格 对 然后我常常会觉得 其实 我会慢慢的发现 我有一个很 越来越没有自信的地方 就是 我在我自己讲话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 我好像在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书念太少 我最近看的东西太少 我最近看的东西太少 你书还念太少 你北一女 我指的不是说教科书 或者是你的知识 而是 你认知到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知识 对 而且我其实常常要面对一些 可能比我大十岁 是 或者甚至才刚毕业的小朋友 对 所以我要用他们的语言 去跟他们对话 然后当我发现 我跟比我大十岁的人 跟可能都可以当我女儿的人 对 讲的话是一样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不行 我有觉知这件事情 我觉得觉知也是很重要的 你要察觉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好像发现 我好像讲的东西 可能越来越千变疑虑 我希望我更有内涵 但是我又没有时间看书 怎么办 因为我以前是有阅读习惯 但是做了经纪人的工作 慢慢的我就发现 可以阅读的时间变得非常少 然后我可能 就会开始听Podcast 对 然后我可能会听 Podcast超棒 对 因为比方说我开车 我就会 逼我自己去听一些 我不会听的Podcast 对 这也是一种兴趣啊 听时事 听时事也好 或者甚至是像我今年40岁的愿望 就是我要学习理财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我今年2024的目标之一 就是当你慢慢的发现 不行啊 我光存钱没用 我要开始理财 那我就要去接触这件事情 这其实是不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我好有感喔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以前也是个 就是理财白痴 就是 我很会 我是金牛座 我很爱赚钱 对 但是我觉得我跟钱的关系 一直都 处在一个 的状态 我只会 你喜欢他又瞧不起他 对 我喜欢他 我又怕他 你怕他的怕是什么怕 因为我不了解他 OK 不了解 就是 尤其是在我的生长 我的家庭的背景 其实 我们从小跟钱 其实是非常 就钱在我们家 其实是造成很多摩擦的 摩擦的 所以我从小我其实 钱跟 对跟我的关系 其实是没有那么健康的 对 但是呢 我有发现 就是我一直以来 这十几年啊 我只要讲到钱 我就会很没有自信 很多人对钱都没自信喔 就很没有自信 但是我以前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想说 那我要死命的赚更多的钱 嗯 有小时候是这样 有小时候 我一个礼拜 空一个礼拜 我就会很焦虑跟你说 怎么办 会不会没有钱 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 我越来越发现 就其实 我跟钱的关系 是可以被改善的 因为我会对他害怕 是因为我不自信 所以我今年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改善跟钱的关系 我要开始去学习它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 没有自信 我就开始 平钱的Podcast 其实 其实这件事情 理财的Podcast 是最重要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发现自己 没自信的东西 你要去面对它 对 因为如果你不面对它 你背向它 你就会越来越没自信 对 或者是你懒惰 或者是你觉得 哎呀 没关系啦 不重要 反正我现在钱还够花 或者是 那就是拖鸟心态 任何面对你人生 任何一段关系 或者是你自身 包括我们等一下 可能会聊到的 外形焦虑的问题 对对对 那都是要去面对的啊 但是面对很难 面对真的超难的 我要活到40岁 有很多人 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存钱 是啊 大学的时候就投资基金 买股票什么的 我到10岁现在才要开始学这件事情 我到36岁 我到36岁才开始在听理财101 这种东西 但是至少我们面对了 至少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 对 对 你是摩羯我是金牛 其实我们两个对钱都有一种 我们对金钱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安全感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不了解他 是 所以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 所谓的培养自己的兴趣 培养自己的专长 其实这就是说 首先你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缺乏的东西 然后去面对它 或者是你可以培养一些让你快乐的兴趣 包括我的烹饪 我喜欢煮饭 我喜欢画画 对 那煮饭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道菜被我做出来 然后被大家欣赏 欣赏 或者是我给我心爱的人吃 甚至我帮我狗狗做鲜食 看他们吃得很爽 我就会有一种幸福感的产生 对我懂 这东西其实也是增加自信的方式 就是因为我被你们需要 或者是我满足了我自己 我懂我懂 然后你画画也是 他其实在我 之前有一只狗狗过世的时候 你要讲博友吗 我要哭了啦 不会啦 他已经投胎了 他那时候画了一幅 讲博友我会哭 一幅油画 是那只狗狗 因为那时候狗狗已经很重病了 然后他就送给我那一幅画 然后我就觉得 那时候是你生日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 其实真的不要小看自己 能够为你身边心爱的人做的 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他用他的专长 画画这件事情来帮助我 那幅画现在还摆在我们家 我知道 因为其实你给予别人爱的时候 其实也是增加自信的方式 是啊 因为就像我有时候会捐款 我捐到狗园去 我捐出去 我会想 我怎么这次捐那么多啊 像我OK吗 这样子 但我当下是很爽的到 我当下是觉得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能力 其实也是这种自信 是 像每一年感恩节 圣诞节 大家都会来我家 我都会煮一大桌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干嘛那么辛苦啊 我们叫外卖就好 我们叫外送我们出去吃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煮饭过程 我煮饭我备菜 然后我煮出来 大家可以围着桌子一起吃饭 我觉得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幸福感 真的 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煮这一桌菜 让大家围绕着 我觉得很幸福 那个也是建立我 尤其是在朋友圈里面的自信 很大的一个来源 对啊 比方说像我爸妈 现在慢慢老了 然后有些时候 当他问我这个导航怎么导 或者是说我妈突然不懂了什么一个 什么APP怎么用 什么的 我用我的方式去让他们 知道怎么使用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帮助了他们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会有一种 哇 其实我是一个有用的女儿吗 是啊 即便是小事 就是其实我觉得 就像刚刚讲的 分享 分享 分享跟帮助别人 也是增加自信的一个方式 是 因为代表你有能力 对 好那讲完 这算比较内在的 内在的自信吗 我觉得下一个关键 其实也很重要 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觉得 啊这怎么那么肤浅 但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个舒服自在的外表 嗯 这个是 哎 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你要有舒服自在的外表 但是其实这个是我最近才 这一年来才慢慢在体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有自信 当然是先从外表开始嘛 就是也不是 很多人是从外面到里面 对外面到里面 里面到外面 都是一种方式嘛 嗯 那像比如说 我们刚刚开始录之前 我才在跟你讲 我之前哈尔蒙失调最严重的时候 很肿很水肿 胖了三四公斤 剪不下来 我却在那个时候会强迫自己 都要穿紧身的Legging 嗯 就我现在回头看 我觉得我自己有病耶 嗯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我觉得我自己水肿成这样 所以我要穿很紧的来警惕自己 你看看你现在有多糟 嗯 但其实那是个很 很几乎到病态的一个 对待自己的方式 那有work吗 当然没work啊 所以我 所以我之前做催眠疗愈的时候 我身体才说我霸凌他 对 你的灵魂在霸凌你的肉体 我的灵魂在 我在霸凌我的灵魂 或我在霸凌我的肉体 对 但是我觉得 找到这个舒服自在的外表 外在 外外面的模样 好重要 就比如说我越 如果今天越进来 我就穿一条 囊囊的宽裤不行 可以啊 但我之前 我会认为不行 你觉得你在 外在的这个东西 外在的这个 这个 你会有什么方法 让自己 打到一个最舒服自在的样子 就是喜欢自己 嗯 像我刚刚说我高中的时候比较roll 嗯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交第一个男朋友 我还 就是 吃减肥药啊 吃减肥药 对但是我好像只是一个礼拜而已 我就心悸我就停了 嗯 都不是用健康的方式就对了 但是真的 因为可能第一次吃吧 然后就瞬间变超瘦 然后脸变超凹的 嗯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欸 好像还蛮漂亮的 因为很多衣服 我裤子都穿得下了 嗯 对就是 我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解决了之后好像不一定 就得到你想要 就得到你想要点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说的 要达到一个你舒服自在 舒服自在的外表 而不是瘦的外表 或是漂亮的外表 对 那你赞成 如果你以后你女儿要去整形 你OK吗 我觉得要等到她 心智要有一定的成熟度 嗯 就是她是 可以成熟的为自己下这个决定 嗯 再去想这件事情 如果是十几二十岁 她告诉我说 我要去整形 我会说 我觉得你再等一等 那你会帮她出这个钱去整形吗 如果 非得的话 比如说她 她的鼻子真的是很怎么样 或是她眼睛真的很怎么样 她造成她自信很大的缺行 对线的话 那我会 OK 我并不觉得整形 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我做经纪人嘛 所以我很常会面对到一些 可能对自己 最常面对到一些对自己外在条件 不满意的人 对 但是 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善的 你看雕塑体型 对啊 护肤啊 对啊 你可以借由运动 借由一般的方式去达到的效果 当达不到的时候 她就是在镜头上面看起来会有一些 可能没那么上下 或是她自己很在意的一些点 她很在意的点 我OK 我先不管说我是不是她的经纪人 我要不要赚这个钱还是什么的 而是一种 我觉得这个东西 自信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 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达到你有自信的方法 我觉得都是你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要over 不要over 不要盲目的去追寻某一个样子 对 所以说 其实外在自信这件事情 就是 我也认识很多人真的去做了一些小微调 他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就亮起来了 就亮起来了 就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度上升 对 这就是由外而内 对 你从外在变成内在的一种 有可能 自然而然的我就挺起胸膛来了 自然而然的我就看着人家的眼睛讲话 对 我以前就是觉得我自己好丑 我觉得我自己男人 不想看人 或者是我觉得我脸好大 我就是要把我头发这样遮起来给人家看 但以后我打了肉毒之后我脸就露出来了 是吧 是 对啊 那有什么不好 就像 就像我其实我觉得穿衣服真的 我们 你说这些外型都是 都是 都是某一种样式 某一种模样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穿衣服好了 像我自己觉得我手臂是 比较肉的人 全世界在我身边工作的团队都知道 我最在意我的手臂 是 所以 所以我穿无袖的时候 versus我穿有袖的衣服的时候 对 你的自信程度差很多 自信超多的 对 就是因为你在你的脑海中 你就不用去担心说 我的这个角度 我手臂看起来会不会粗 我在这个角度 我的手臂会不会溢出来 这就是 你可以 后天去增加你自己自信的方法 可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 对 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事情 好像都跟了解自己有关 都跟了解自己有关 对 有最大的关系 因为 其实大家 现在有一些听众可能 就是都是做一般的职业 对 你是因为你是艺人 对 你要在荧光幕前面 所以你的那些条件苛刻 像他每次都在那边讲 我是一个大肥猪 大肥猪 我现在就想说你已经很瘦了 肥猪 但是就他的标准来讲 是 你觉得你已经 你已经 你已经不 在镜头上面不好看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标准 标准 对 或者是说有很多人 他的标准是来自于他的另一半 是 有啊 就是很不健康的 对 但是如果 他觉得这样他很舒服 比方说 我老公就是喜欢我肉肉的 但是我很舒服啊 或者是 重点是你要舒服 对 要舒服 不能因为说 我老公喜欢 很瘦 然后 所以我就要结实 所以我就要结实 对 之类的 就是说 你自己要很 有一个 内核 是一个非常 清楚 什么东西 对你来讲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就是要好好的 take care自己啦 我觉得 这个又来到我们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 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 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 就包含我们的吃 我们的睡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运动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给我们身体什么 我们身体其实会反馈给我们 比如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两年很有感 就是 我没有办法在像以前那样子熬夜 完全无法 像我上礼拜翻班 翻了五天 对 哦 我到现在我的时差都还调不回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状态 包含每天早上起来 就会比较水肿 脸也会比较肿 身体也会觉得很累 就是 就代表着我的身体在告诉我 我需要多一点睡眠 或是我身体在告诉我 你需要好好take care我 我觉得当我们有好好take care 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 其实 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自信度的 比如说像 我2024 我以前 我从小到大 我都说我是个筋骨很硬的人 就是 我连这样拉都拉不到 都拉不到脚的人 但是我从2023的年尾开始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改变 我不能再说 我的筋骨就是那么硬 我想要改变这一点 我就开始每个礼拜做五天的瑜伽 而且是规定自己 不管再怎么累五天的瑜伽 哪怕只是拉个15分钟的筋都好 然后我就发现 只有这短短的半年 我觉得我的身体改变超多的 我就突然觉得 我跟我身体是合一的 就是我给我身体什么 我身体就会反馈给我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 就是让我不自觉的觉得 那我要对我自己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与其说运动 与其说我要 我要让自己瘦下来 我要运动 当然我觉得运动 当然可以帮助身材什么的 健康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take care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健康的吃 健康的 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规律 我们好好对待身体的时候 身体也会好好对待我们 健康的吃 我觉得其实也是慢慢长大了之后 好像才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因为小时候其实真的超回货自己的 就是动不动 就唱KTV 唱到隔天早上 或者是吃外食啊 吃零食 吃泡面什么的 你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还在这边喝珍珠奶茶 但是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需要循序渐进的 因为你的身体 我也是 为什么开始吃得干净 我也是因为 我觉得好像身体开始对于某些 东西负担 因为我们开始老了 对啊 大学的时候身体怎么样都是 无地铁金刚 真的 或者是小时候 怎么样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所以就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 就是觉察自己 你发现 我好像 我觉得我好像皮肤最近状况很差 那就要多 take care 一下你的皮肤 对那你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 天哪好没自信 那你看你到底是要花钱去买保养品 还是你早点睡觉 还是你少吃一点油腻 或很重闲的东西 出去找 要去找方法 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自律 其实是帮助自信的 对是 而且自律 我觉得 可以给自己更大的自由去 去做 比如说 我知道我今天 我知道我接下来可能会 睡眠不够 所以我现在 这睡眠不够之前 我要先好好 take care 我自己 或是我知道我这段时间 拍戏会比较累 所以在之后 我需要好好地回馈我的身体 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自律很重要 再来一点是我觉得 也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 我们常常 而且这是我前前几天 在一个TikTok上面 听到的一个 一个心理师他分享的 我们人很常会 忘记要 celebrate the small victories in life 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忘记 要 要庆祝小小的胜利 就比如说 我刚跟你讲的那五千步 就是我发现我很 我很常 尤其是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很常会 在家里一整天不出门 或是我就只在我家 的四个转角行动 然后我一天的步伐 可能只有三千 反正就是很少 所以我就跟我的几个朋友 我们就2024的时候 我们就设定了目标 我们就说 我们要鼓励自己多走路 所以我们 最近都比较常搭捷运 有时候还会搭公车 然后如果我们 比如说想喝珍珠奶茶的时候 我们就要拿我们的 步伐来换 五千个步伐 可以换一杯珍珠奶茶 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有点像是在celebrate 你的一些小目标 为自己设下一些小目标 然后去庆祝他们 所以我现在每一天 我在我们朋友的群组里面 我们都会分享 我们今天走了几步路 我今天走了七千步 耶 很棒 走了七千步 或是像米基这几天 他前几天在日本 他走了两万步 哇 两万步 不得了 就是我觉得 这些听似好像很 很白痴的一些小东西 小目标 但是当你达到 达到这些小目标的时候 你去庆祝他 我觉得其实是会给你自己一种 我觉得我办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庆祝是来自于感谢自己 干到了 对 就是告诉你自己说 其实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嗯嗯嗯嗯 对这个好像蛮好的方法 是不是 这是我之前在 听一个TikTok的时候 然后就把那个心理师他分享 We don't celebrate the small victories in life 就是连最小最小的这些 比如说今天 嗯你要完成手上的五个合约 你要过完手上的五个合约 其实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做到了 嗯 那你就要告诉你自己 欸我好像比较不会这样而已 你摩羯座啊 摩羯座就是真的很无性耶 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啊 我顶多就是只是会说 哎呀我等一下 这我现在全部弄完之后我很爽 我要来喝一杯红酒 那就是一样啊 你喝一杯红酒 你喝一杯红酒 你很棒 我只是觉得 老娘要喝一杯 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 一样的逻辑 一样的逻辑啊 但是语言不一样 就不是鼓励自己的 可是你要鼓励自己啊 对我觉得我好像很缺乏这件事情 对啊 但是这件事情 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自信 我只是会觉得 不过我觉得我今日是今日是闭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很有自信的一个点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得到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 改变自己的一些 可能 视为小缺点的东西 比方说 我早上起床 第一时间不要看手机 我应该要起来喝一杯水 或者是做一下伸展 再把我手机拿起来 还有我睡前不要划任何 失去媒体 对跟我周遭有关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 读一两页的书 之类的就是这种 这也是我的目标 这也在我2024的目标 对对对对 睡前跟起床不要划手机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建立自信 是啊 因为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对自己很棒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小很小 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的一些小东西 但是当你有做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加强你的自信 但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 我们留到最后讲就是 要接受别人的赞美 那如果没有人赞美你呢 自己赞美自己啊 像你知道我染了这个头发 这个安安非常不喜欢的这个头发 我就发一张照片给他 没有不喜欢 鱼丝我喜欢 鱼工的话我就觉得 我发就是我染了这个 我很喜欢的这个头发 然后我就拍一张很美的照片 就传给他说 你看我有多真 然后我就说 会不会有点太浅啊 对因为他觉得太浅 but anyway I don't care 我觉得很美 就是我觉得 要适时的赞美自己 很重要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是因为我想到 我曾经跟Phil聊天 我们第一 Honest Hour第一季的时候 我跟Phil有聊到 自信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聊到他女儿 他女儿超棒的 那时候Naomi才五岁吧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 然后我穿一个Bikini 因为他们家有游泳池 我们要去游泳 然后我就包着我的 然后那天刚好 我好像那时候觉得 自己吃胖了一点 暑假吃胖了一点 我就围了一个毛巾 然后Naomi就问我说 姐姐你为什么要围一个毛巾 我觉得你的Bikini蓝色的好漂亮 然后我那时候无意间我就只是说 没有啦 我觉得我最近吃了有点胖 所以我想要围一个毛巾 结果我就被五岁的小女孩 就是教训 她说No Christina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how you talk to yourself 她就跟我说 You are beautiful You know that 然后她就要我repeat after her I am beautiful 就Oh I am beautiful No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她说你要说得像是你真的 真的打从心里这么觉得 然后我就跟Phil提到这件事情 Phil就跟我说她有两个女儿 她说她们两个从小 她就会抱着她们在镜子前面 跟她们说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worthy 然后所以她们两个从小就会 跟自己有这样子的对话 然后Naomi很可爱 还会站在镜子前面说 I am beautiful 就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建立自信的方法 我记得你刚刚有跟我说过一个 你听到爸爸的故事 对对对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 他就说如果你是生女儿的话 你一定要时常称赞她 为什么是爸爸称赞女儿 因为从小就获得了一个异性的称赞 他长大了之后 他就不会渴望异性的称赞 就不会去找寻从男朋友或是老公身上去找寻从小缺乏的 对的称赞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 我爸好像真的就是 他当然不会像Phil那样子 Oh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worthy 这样子 他只是说 比方说我妈帮我买了一套衣服 我要去给爸爸看 然后我爸爸觉得说 哇好漂亮喔 就是从小 哇你的钢琴弹得好好好 我的女友最棒了什么的 我爸其实是不吝啬这样称赞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好像的确 包括我刚刚讲的 我可能交第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我觉得我 比方说我高中的时候喜欢男生不喜欢我 我那时候也并不会觉得 是我怎么了 对我只是会觉得 哼 臭男生 算了 或者是 OK 可能有一点胖 对可能我有一点胖 但又怎样 我比他聪明啊 或者是我比他漂亮啊之类的 那你很棒耶 对因为我后来知道 那男生喜欢一个隔壁班的女生 他就是那种竹竿生菜 很瘦 很瘦 然后就是那种仙女感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哦 OK啊 就是我也不会 当然有一点点小 自尊心受创 但是也不会到没自信 就我不会觉得说 我只会觉得 OK那可能你看不懂我吧之类的 就也不会那种 往心里去的那一种 对然后包括上大学 我可能会吃减肥药啊想要瘦 那只是因为我想穿下漂亮的衣服 而并不是因为我男朋友 为了讨好别人 想要我减肥 对我 我觉得我好像每一任男朋友都没有 我都没有交过任何一个男朋友 是会挑剔我的外型的 所以要谢谢你爸爸从小给你很满的 的称赞 的称赞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是 就是有一体两面的 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会另外一半可能对你的批评 跟你听了不悦耳的事情 你就会把它当成一种攻击 对 但是当你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在开玩笑 是 或者是他只是打个嘴炮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怎么样影响我们 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跟我们自己的自信有关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也是一个 对别人说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或是觉得你很 觉得你外型很好 我觉得 谢谢 但是我都会有点 guilty的感觉 就是 因为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这么好 你虽然说谢谢 但是其实你的背后是说 没有了 没有了 对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之前 我并不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 接受别人的称赞 所以我现在常常 别人比如说 跟我说 我觉得你煮的饭很好吃 我们很喜欢吃你烤的烤鸡 我就说谢谢你 或者是别人跟我说 我觉得 比如说你很喜欢找我帮你算陶螺牌 对 然后你说 我觉得你做的很棒 我也说谢谢你 就是我发现 我越 虽然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觉得 对啊我觉得我很厉害 但是当我学习练习 说谢谢你 我接受了你的称赞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 我会觉得 对耶 我好像 不错 我好像蛮好的 我这一次烤的烤鸡好像真的蛮好吃的 就是 先去接受别人的称赞 慢慢慢慢的那个自信 就会建立起来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 然后你也的确觉得 你值得这个称赞的时候 就要接受他 谢谢我接受 谢谢 而不是把它推掉 说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那么好吃啊没有那么漂亮啦 对对对对对 台湾人很多很多 亚洲人亚洲人 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其实 是可以练习的 并不是说 我从小没有自信 我就是个没有自信的人 不是 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 是可以练习的 只要透过 每天每天 一点点 一点点 我觉得 对是可以练习 然后我也很希望这一集 可以让听到的人 去想想看说 我自己我觉得 我要称赞我自己的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地方 是什么 就当别人还没有给你称赞的时候 给自己一些称赞 可以每天 给自己下一个目标就是 我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进步 比方说你早半个小时睡觉 或者是刚刚讲的任何一点 吃的健康一点 或者是你在某一些 睡觉前五分钟十分钟不要滑手机 对任何一点点 即便是很小的事情 很傻很傻的目标 都是一点进步的时候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刚讲的真的超多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 你就是告诉自己说 我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点 就够了 我好像就365天之后 我就会好像又多了10%的自信 我真的觉得你是个超级会建立别人自信的人 我每一次啊 就是有时候工作 有时候是思想 whatever 就是我会突然间很没有自信的时候 如果就算他不在我旁边 他都可以透过简讯 就是突然间跟我讲说什么 就是突然跟我讲个几句话 就会让我觉得 嗯 对 因为我很了解你啊 我很棒 因为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 但是我不会讲假的 对 你不会讲假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 当我们自己觉得不足的时候 别人给我们 我们要接受 对 对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抓你来聊 因为我觉得自信这件事情跟你聊实在太好聊了 嗯 我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可以去自己去想一想 自己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更有自信 然后怎么样去帮助旁边的人也更有自信 是 好吗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的一集了哟 茂云文 茂云文的Honest Hour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茂云文的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 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